所以大家比如說有些什麼 趁沒什麼人 就是人思小問 有什麼想問呢 都不妨這段時間 比如說有些女粉 就是Ricky 就是多一句 暗戀了Ricky一段時間 而又想表白 而又不想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表白的話 這段時間是非常之合適的 但是如果表白你呢 向你表白那怎麼辦呢 棍的跟我死開 女的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的人是 那就是 你又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 對呀 又膽小 我又不懂得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都可以的 勉勉強強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德哥 玩具TV 第29季第二集 好了 今次棒棒聲 我們一劈頭開始 就叫做 完了不是很久的動畫 沒錯 就是Ultraman的Anime版本的Season 2 已經完成了 對呀 其實本身是第三季 大家都看完 對呀 VZERO都很夠僵 他真的把這個 Ultraman suit 都真的出光了 對呀 他真的 主角 鹹蛋類的都出光了 猜不到 大家鏡頭前面 這隻 阿達 阿達 即是大小的 大小的 海版 竟然都會出 對呀 他其實在這套戲裏面都很出位 確實 因為無論這個 實力 這個 戰鬥力 外形 那種輕挑 就是那些 魯莫心算 都 確實是一個挺吸引的character 對呀 而且他由原本那個 那個 喇喇的形 你知道的 難得 整套戲裏面都 嚇得人少 嚇得人少 特別的大結局 全部都是Happy Ending 包括二次大角 包括腿在內 都沒有事 都Happy Ending 挺難得的 好了 我們講到這麼久 這隻是VZERO的 對呀 FIGURE ZERO FIGURE ZERO 的系列 我們先看看盒子 這樣 也是一貫它的 1比6的風格 就是可以打開盒子 是有開槍式的 可以讓大家看到 它裡面的公仔的樣子 是 是 好像是封鎖的 不是 我的盒是刺的 對呀 因為我們拿開了 嚇死我 嚇死我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就因為時間關係 登登 也都看到 阿達的整身造型之外 亦都有它今次包製的配件 嗯 價錢好像都不是貴 都是一千元鬆一點 對呀 手就是十隻 是 叫十個拳頭 是 十個手型 專用大家耳熟能長的長棍 長棍 可更換的樣子 這個是尖角樣子 對呀 等等等等 還有一把小刀 沒錯 時間關係我們插住了 對呀 另外時間關係也都不差再插 不如就把它弄好 在這裏 對呀 在後面 咦好有型 對呀 我給觀眾看看 這個工具 本來是新縮的 對呀 對呀 這支新縮的棍可以插在後面 刀仔也可以插在這個 大腿位側邊的刀袋裡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它的外形 剛才我們都說了 它現在就已經變成了 由一個 那型 變成一個型男 對呀 變成一個好那型的型男 對呀 由那型變成好那型 對呀 而且這次它的眼睛也很漂亮 它是一個好像金屬眼的圖裝 你看到遠看 其實有點像發光一樣 對呀 其實呢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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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到它是分了一件 眼睛是金屬眼 很亮的紅色 對呀 後面其實是一個分件 變成它在眼睛做一些很漂亮的噴圖 就做到這個效果 對呀 即是用銀色底再加透明紅 對呀 就做了一個很亮亮亮 很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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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的嘴巴也是分了件 所以你看到它的牙 口腔全部都在這裏 很亮亮 很亮亮 對呀 然後再看完這個 繼續看下去 看完它的頭 這個金屬口托 或者叫做盔甲 這個 已經是 都很漂亮 它是用肉體 即是它沒有什麼裝甲 它是用肉體 肉體墊 對呀 這個身體 你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我們上個星期 經過高級的專員 就跟我們講解 這個身體 其實是很難很難做的 因為它這個是 首先是一個白色的膠 你看到這麼多黑色的紋 原來是用機是上不了的 是 質材的問題 對呀 質材問題 還有它那個可能都很難對位 所以其實是 逐隻逐隻是人手上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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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那個 嘩 所以其實是很難做的一隻公仔 因為你本身這些膠質 你是空心 對呀 這個軟膠 它用機的話 很容易走位 你是固定不了它 變了你就要靠 那些大媽式 可能就用類似 大家平時那些 模型技巧 噴底 蓋一塊東西上去再噴 對呀 就不可以用機 好誇張的 所以真的有時候你真的不可以 這些就可以了 對呀 不可以看少一些設計師 和生產團隊的能力 好了 接著就到下面了 到一條布褲 VC和出品都不用擔心 布褲才好 對呀 起碼不是皮的 對呀 那就沒問題了 還有這一個也是 這條呢 本來好像皮帶的物體 其實都用了膠去處理 那就不會用了 輸少一點 對呀 還有鞋子 你會看到 那其實呢 它就是分了 就是鞋 這個上面這個位 還有下面這個 動這個位 但是呢 看上去其實都很一體性型 嗯 對呀 鞋型都很漂亮 那可動方面又靠得過你了 因為這些公仔 我真的不太動 本來其實都不用擔心的 3ZERO出生的這個Series 全部都是玩具 嗯 還有我反而想說 另外一樣 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本身它這兩種不同質材的塑料 你看到它那個白色那麼近呢 嗯 其實都很難 對呀 因為兩個始終是不同物料 對呀 你要追回白色 真的有些難 對呀 因為你可能不同物料 噴了上去 根本那個白色的光暗度 和色的那種色 都是一個 即是製作上的一個 難搞的地方來的 好了 好 阿仔去捉一下這東西了 好了 頭不用擔心 頭不用擔心 軟 軟 也不相差 其實都為興趣而已 這個就 你會看到它整個身體 都是一個包膠玻璃 嗯 只是驅桿這個部分 對呀 你會看到本身 本身靠一個 平時大家像玩12寸一樣 裡面有一個素體 來攪拌它的可動 它本身也因為不想 將身體的造型 就是抹殺了 變了它的腰 就沒有劏開 對呀 一定是靠腰和腰 即是上肢來轉左右 因為有時候 就會切開胸腹 就用來增加可動 沒錯 因為多一句 你看到它現在整個腹肌 心口肌 都一體成形 對呀 所以這樣也夠玩 對呀 向後咬 向前咬 其實主要是靠這一個關節 手了 其實其他都不用擔心 全部都是大家看到的關節位 如何動 都不會有什麼需要擔心 而且它不像Ultraman那些 始終有些盔甲頂住 人時始終都有些造型 對呀 這隻就完全是一個肌肉身體 這裡也做了一個拉出色的關節 對呀 那變成了 即是腳手就可以了 對呀 絕對是可以 摸腳底的 差在了 我們玩這些玩很狠 因為作為一個 很久沒有玩12寸的人 我覺得它這個身體 它有多厲害 就是剛剛做的動作 就是它舉起雙手這樣打平 是 很自然 對呀 斜方肌的線條和肩膀 落得好像是真人一樣 而且它沒有那個 因為它本來這個位置是軟膠 就是它好像有一些吸液 卡住了 對呀 會離開的 例如你玩了比12的 全部都會離開的 整個身體 就是身體和肩膀是不連的 但它這個就做到很連貫 老實說 這個可動性是怎樣呢 我想做一個 做一個姿勢 大概大家都知道 它的可動性是去到哪裏 多謝Ricky Tam 多謝Ricky 又贊助我們 哇 這個姿勢 德哥就真的 將它那種邪氣 和那種 妖章 表露無遺 我可能不需要再 可動性有什麼評價 我覺得放在這個姿勢 大家大概知道它可以怎樣玩 好 也快一點點 要快一點 拿開 主要這個 好 那這個呢 上次 我們有些工作人員都說 這個好像是 不知怎樣 要在 好像插在手上 好像是要 上次 是不是中間 有不能 是否可以 停開呢 這樣 其實是很順暢的,最好是放在手上才可以 另外,扭這些關節,雖然你本身要遷就條紋 但我發覺你扭到差不多,都會合適 也不會很適合的,真的可以 真是很厲害 再跟觀眾說一說 這支棍子是合金製造的 很重 是合金製造的 所以稍後德哥拿著合金的武器 而他的手都不會條條的 可想而知 關節的程度是很穩妥的 這個很簡單 因為本身是靠磁石去做接合的 完成 如果真的能夠 好像有些燈就更加 他的眼睛就更厲害 好人 我覺得他拿著棍子 有點像以前 King of Fighters的Billy Billy Ken 對 有點像Billy的感覺 他拿著棍子 好 沒話說 有興趣的 自己放假買 可以插手型 配件 德哥衛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沒有太熟悉這套 他除了這套是人形之外 還有那些公仔是可以出到的 那些敵角 其實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例如哪些 始終他的角色 又替星期平議會做事 曝光率又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Fizio選擇這個角色的原因就是這樣 另外有一個挺吸引的女角 這類的角色 無論如何都好 那就期待一下 我覺得這個系列已經結束了 我又不會代Fizio說些什麼 但我覺得 你夠膽出Ada 我覺得你已經很厲害了 我都代一些鹹蛋 謝謝你 真是 好棒 好棒 我們再次見吧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